人民才平,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 强国必先强农,牛强方能国强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方法路径 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重之重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脱贫地区特色产业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提升乡村休闲旅游业,推动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 意见着眼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在招显特色,产业融合,优化布局,连农带农上下功夫 陪后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壤,鼓励发展乡村餐饮购物 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养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务 把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就要深化农村改革 继续把助于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意见围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政策举措 透露出以改革增动力,添活力的鲜明信号 突出重点,同仇推进 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突破 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新成就 才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释放红利 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增加农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必须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支付渠道 从带动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创业 到推动小农户实现结本增效 提制增效,营销增效 再到加大强农会农副农政策力度 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稳步增加对农民的补助补贴 让农民群众腰抱越来越鼓 日子越过越红阔 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也是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兴旺的必有之路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需要真刀真枪的干,需要真金白银的头 正如意见所强调的那样 要协同推进产能提升和结构优化 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大事 要协同推进成果巩固和农民增收 把更多资源力量聚焦配置到产业就业 创业新业上 要协同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解决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 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上 让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雨水过,春耕忙 当前,各地正全力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打好春管春波第一仗 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一个攻击保障墙 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的农业强国